以不取的講,我們打爆炸最容易引起的一些負責 第一個就是80%變會有些疲憊 那另外耳心耳酷占70% 那60%變會有產生頭髮剝落的問題 那怎麼樣去預防高自吐性的耳心耳吐 第一就是說我們目前來講 第一天我們可以給它水卡賣 就比如說我們目前給M&M給它一顆125毫克 另外我們可以給那個類固醇 你可以口服或是點滴給予了 另外你可以給它一些5HT生的抑制劑 那第二天跟第三天之後 你可以就是持續給M&M給它 可以第二天第三天各給一顆 那同時搭配口服的一些 就是類固醇的一些壓物 來口服使用 那第四天之後就單獨只給口服類固醇 這大概目前是可以使用的一個劑型 那如果是一些中自吐性的耳心耳吐 第一樣我們還是第一天還是給一個水卡賣 就是一個M&M加一個類固醇 以及5HT生的壓物 那因為中自吐性的耳心耳吐 有時候第二天第三天 一般還是會建議使用M&M 可以減少一些耳心耳吐 這時候你可以使用DESAME收縱 或是單獨只使用M&M 這大概也可以預防中自吐性的耳心耳吐 這是目前來講 就是給一般化療病人使用的一些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這個病情 屬於高耳心耳吐的用藥隊 會建議使用5HT3的抑制劑 加類固醇加那個M&M就是紫敏兔 那如果說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門診使用小鴻美的化療癌 這種是屬於中自吐性 但是它是屬於兩個中自吐性 要加起來就有 它就把它列為說 這個需要使用比較好的一些紫吐藥物 來減少它的腹作 所以目前你如果使用小鴻美加那個愛德心類 也會建議你說要使用5HT3的藥物 和病第三個殺送類固醇 以及使用這個紫敏兔的藥物 那如果說這個病人是屬於中自吐性的藥物 事實上你可能使用ROSI跟類固醇其實就足夠 那如果說你使用一些低自吐性的化療藥物 比如說像歐洲紫三醇 太平洋紫三醇 或是像那些就是 我們都會用溫諾品類的類 可能只需要使用類固醇 或是那種ROSI 或是說我們給它吃一些 比較顯一般的紫吐藥物其實就足夠 那你可以發現說 以目前就是美國 還有全世界很多治療規範來講 這個都列為說 標準的建議使用化療紫吐的一個方法 但是目前來講 要標準的就是三合一 就是使用5HT3類固醇 以及實加上MF2 NK1 Result Anticoin 目前這是在全世界 不管是美國歐洲 都是強烈建議這樣使用 跟其他人合不來 然後我們好 Eleven OF3 M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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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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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3 M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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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